那再來 所以那年你是蓄意的 那擅長比喻的文學家 這非服中性莫屬啦 對 你沒有聽人家 藍莓修到第個位 他好像讀過很多書對不對 天空是紫色的 他爸爸是長老教會的牧師 他讀聖經 正義史幫國高舉啊 讀那個準則啊那些 而且他都舉那個德的人講的話 對 對啊 亞里斯多德啊 馬丁路德 亞里斯多德 康德 哥德 哥德 他都是 這個時候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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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就是胡宗慶 胡宗慶的風格好不好 以後胡宗慶出場就配這首歌給他 要有幽默嘲弄 不然就是免禮長正要諷刺 要受到觀眾的養助 要幫觀眾把心裡那難受的 不爽的歌打給名的挑出來 哇 這誰寫的啊 這個要件誰寫的 誰能夠達到 這製作單位對 對專家的期許 對名嘴的要求 這是期許啊 就是要鑽到骨子裡 再來 詮釋觀點的表演家 這個是揮文吧 這個是揮文嘛 一次投票通過 那憲紅是屬於哪一種 憲紅是那個政論詩人 他有一種那種很溫和 很優雅 很懂理術 然後他有時候上節目 上完以後他會接到他家人的電話說 你剛剛在那一場裡面 你講了一句話 你會跟你哪個來賓 你這樣不好喔 你這樣就沒有那種 我們應該遵守那種傳統的那種美德 會跟他講 我媽看節目會說 你沒有說某某先生 某某女士 你只乎其名 這個不可以 哇 老太太這麼嚴格啊 這樣就會說這樣沒有禮貌 即使你要批評他也要說某某先生 我現在有注意喔 他都講李前總統 憲紅因為他過去是醫學系 他很細緻 我也是聽那個圖醒澤 我問他說 你認為說所有的名嘴裡面 你最欣賞哪一個 因為他自己也是異界的嘛 他就說他最欣賞楊憲 因為他說楊憲紅分析起來 很像那個手術刀 就是 慢慢來拉 對 就說很像醫學系的那種 很細膩啦 就是這樣子 對 太讚美了 不好意思 對 沒關係 說你給他留耶 解剖刀啦 解剖刀啦 那你看他臉都不會紅 你知道啊 他說不好意思 其實他 特寫 他是我們即將要推出 山寨版的胡錦濤 好 再來 有沒有爆料內容 對啦 有些節目的名嘴都是靠爆料 你要看 你爆料 你有沒有把已經談到麻痹的話題掀起新一波的高潮 有 那個時候叫高潔案 高潔案 那我們那個時候天天都在設計陳澤南 雖然有人一直在罵 但是有一天我們把它國外行程票已經拿到了 照片也看到 好 就一直逼問陳澤南 你有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去過 結果陳澤南那天他突然說 我如果有去過這些地方 那我就怎麼樣 如何如何 好了 就是這一份新聞稿出來以後 高潔案 就是我們已經麻痹的話題 突然一張照片 突然他有沒有出國 他有沒有說謊 就突然爆開了 所以你們拿到那個東西要忍住 高潔案一直到從8月21號 一直到10月底 10月29號 全面爆開 我們中間忍了兩個 將近三個月 真的都便秘了 對不對 就是把那個麻痹的話題 再掀起一波高潮 再掀起高潮 然後阿變王潮 陳澤南會垮真的是那張照片 對 紀州島 對 真的是那張照片 最正確的 不然你是沒辦法 對不對 照片拿出來真的是沒有辦法 沒有錯 不用再說了啦 對不對 後來陳水扁問他 說到底人家在說 你這個都真的假 他說都假 所以那個 李秀琳就去問陳水扁說 你怎麼像這樣的人 他說我問他就說不 李秀琳說了一句最有名的話 你跟陳水扁說 他有頭的東西 他當然也跟你說不 對啊 對啊 對 有道理 不過問一下 名嘴也有大起大落的嗎 有 有 憲堂 林憲堂 憲堂大起大落 他們就是起落太快 我也大起大落 對啊 那我2007是幾乎 我只有看到你大起 從來沒有看到你大落 大落 有 有 你就說你轉型做說書人 那年叫大落 對 大落 收入 銳減 沒有收入倒是沒有銳減 但是呢 那個時候心境不一樣 心境不一樣 心境就是完完全全 一天到晚看九本十本歷史方面的東西 然後再把過去學的再好好的想一下 那時候你都不上政論節目了 政論節目那我不上 不上了 因為有人已經跟我講 你再上政論節目 你講一次他告一次 因為十二個官司 兩年 三年兩個月 全部一下子來 就是說弄得我就算了 所以你這三年賺的錢全部請律師了 那我怎麼可能請律師了 他自己他自己寫狀子很厲害 他問法官 這個錢都不賺 怎麼拼經濟 那我罵那個法官怎麼罵你知道 他說你罵調查局 你官司了了你就敢講啦 我敢講 真的 他說 你 他說張先生的我問你 你認為罵人下賤是好的行為嗎 我說報告法官 我站在這裡請你依法審判 我不是來上公民與道德 我也不是來上道德勸說 我公民與道德是我老師教的 道德勸說是我父母的事 還輪不到你教我 他就呆住了 最後一句話他就問我 你希望我判你有罪還無罪 忠信就在旁邊 我就看了他 他說你看我幹嘛 我說報告法官 看你這張刻薄的臉 你一定會判我有罪 果然十五天變四十五天 你真的很好 你真的嘴巴很貼腰很貼 那光綺有大吉大落宮 有啊 那我覺得04年05年 就兩顆子彈之後 兩黨對立的很激烈 媒體對立的也很激烈 然後到了05年底 王門湖節目停了以後 其實我還有一些通告 但是後來也被封殺 也是剛好就07年 整年就是也有零星的通告 但是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就先這樣子好了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要矯正 就是說有的時候你 你有意識形態有理想是沒有關係 但是畢竟你還是回歸一個媒體的一個本分 就是不再信任政治人物跟政黨 然後你就站在一個老百姓立場 其實輝文有很大的特色 他大部分他踩在老百姓的立場講話 他是有特色的 而且他人抓得很準 是他抓得很準 要不然有時候你會被這個意識形態牽扯 就是說其實可能要把是非放在意識形態之前 這樣事情就比較好判斷 有時候是這樣子 當然 你以為大家都有是非嗎 當時我們爆料的時候 你有多少人罵 對不對 那時候 我跟妳講 當然很多人沒有是非 是因為觀眾 很多觀眾是沒有是非 就是說今天有一些事情 我在這邊不妨透露 就是如果不是阿扁聘的幾個 資政或者國策顧問 他們還有良心的話 這些料根本出不來 台開案就是一個最著名的例子 你說的有關於阿扁很多的料 是他自己聘的國策顧問 或者是資政透露出來的嗎 對 所以就是說我們今天看到爆料 他會看一個人的為人 那更重要的交情 還有一個看你能不能砍到要害 邱毅本來剛剛開始烏龍爆料很多 但是當他學會了阿扁 過去的阿扁揭壁的那種刀法以後 他一砍砍到要害上 那個料只會多不會少 全部都集中到妳身上 那是另外一種就是爆料的名嘴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真的 坦白講我們說一句實在 有些料這些人真的是被利用了 對不對 爆了假料 對 你沒有辦法完全去過濾 那你不是就賠上自己的信譽嗎 對不對 你說現在很多人爆的料 所謂的爆料幾個爆料天王 有時候那個料大家也會秤一秤看 就到底分量怎麼樣 灌水的啦 對啊 剛剛開始都是石料 現在就是灌水的料 對啊 哪有那麼多料 每天應付媒體 對 而且我覺得他們很辛苦 其實我覺得同樣是 就靠嘴巴吃飯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那個領域就差太多了 我常常覺得他們在走鋼索 就是說你有時候講一句話 你可能牽扯到層面很多 可能不只是怎麼綠的藍的 或者甚至裡面牽扯的人 或者甚至那個人背後的勢力 你都不知道 那像我就覺得 我比較稍微幸運一點點 因為我是比較影劇那方面嘛 那後來之所以說 我不會想說 我一定要很鑽營 你說有沒有起有沒有落 其實有 其實我那時候 在跑影劇新聞的時候 其實老實講 我專門喜歡接人音思 很喜歡挖人家八卦 然後把它寫得越 就是越深入越透徹 所以我就不輸一週刊 可是後來我在這個圈子之後 我發現說 其實演藝人並沒有那麼討人厭 其實他們也蠻可愛的 可是重點是他們很辛苦 完全都是在那種 不安全感底下在生活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開始接觸電視 你會發現說 有時候你靠人家打電話來 跟你講說今天你有飯店吃 那種感覺是很痛苦的 非常痛苦 你不知道哪天 你的飯碼就被收走了 不過今天講這個媒體名嘴 構成要件 那現在有講了 就是台灣什麼司法 民意代表 名嘴 把名嘴就是 認為也是一個很負 酸到海 那你自己說 我就不方便了 對 但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我們的電視台 所有的電視台 名嘴有一天 突然通通去放假了 很多電視節目要關掉 好不習慣 電視節目要關掉 這是另外一個媒體生態 可以討論的 我們今天討論到這邊 謝謝您的收看 謝謝大家